一个演员就可以支撑起一部剧 在70年代的演艺界 恐怕也只有他才有这样的能量 他不仅是歌坛一姐梅艳芳的偶像 更是深受国民哥哥张国荣的拥趸 13岁凭借歌唱比赛出道 21岁在巅峰时依然隐退 虽然作为明星存在的时间不长 但无论是音乐还是影视作品 都给后人留下了无数宝藏 1980年 21岁的山口百会在告别演唱会上 唱完最后一首歌 轻轻地把麦克风留在舞台上 梅艳芳曾在采访中说 山口百会是自己的偶像 也想像他一样20多岁隐退 然后相夫教子拥有家庭 虽然梅艳芳没能向偶像看齐 但他把偶像的音乐用中文传播了出去 当年梅艳芳凭借一首 《谢谢你红遍香港乐坛》 这首歌正是翻唱自山口百会的《赤的因果》 也就是《血仪》的主题曲 而由山口百会所出演的另外一部作品 《血的锁链》 知名度虽然没有血仪高 但复杂曲折的剧情 足以把70年代东京的各个阶层的生活 表达的淋漓尽致 乐观开朗的小岛惠子 是宝玉学校的一名学生 就在几个月前 他无意间得知了自己的出身 自己的亲生母亲原来是一名敬女 难以承受这样打击的惠子选择离家出走 她和一帮小姐妹混迹于东京色谷街头 成了人们眼中的女流氓 整日和一帮小姐妹混迹于东京色谷街头 在与以高黎三郎为首的一帮阿菲的冲突中 惠子受伤昏迷 阿菲们把惠子丢弃在路边 入东的雨水冰凉彻骨 然而惠子却毫无知觉 他任由自己沉沦 伴随着教堂的终生 人们开启了新的一天生活 对于惠子来说 今天只不过是在重复昨天的痛苦 然而一个年轻人的出现 却彻底改变了惠子的命运 充满正义感的 致摸幸福不顾未婚妻的反对 执意把惠子送回了公寓 而昨晚被惠子打倒在地的一名阿菲 为了找回自己的面子 悄悄溜进惠子的公寓前来报仇 没想到面子非但没有找回来 反而再一次被惠子教育了一番 纵然惠子自暴自弃 可作为他的老师 秋也却并没有放弃他 因为惠子在得知自己身世之前 也曾是一个积极乐观的学生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代表什么 他希望惠子能够重新站起来 然而在一个讲究出身门第的时代 一个被妓女抛弃的孩子 怎么可能抬得起头 其实在惠子的内心 对美好生活也充满了向往 他何尝不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何尝不想像秋也老师一样 陪伴童真 教书育人 当那个菜鸟阿飞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惠子依然没有为难他 而是劝他回到爸爸妈妈身边 因为在惠子看来 一个人有家有父母 就是莫大的幸福 然而这样的幸福对于惠子来说 却遥不可及 不过惠子的妹妹名字 对他却有着深厚的感情 而养父母也曾对他视如己出 在知道自己身世之前 一家人同样也充满了幸福 可以想到自己的出身 一想到自己曾经被抛弃 惠子便无法释怀 毕竟不是亲生 养父母打不得也骂不得 只能任由惠子继续沦落 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救赎他自己 佛不能妒己却能妒人 内心善良的惠子从小姐妹那里得知 菜鸟阿飞偷了三郎一伙人的毒品逃跑 此刻正在被阿飞们满大街追杀 当他找到菜鸟阿飞 却发现之前救过他的至魔幸福也在现场 这也许就是命运的安排 菜鸟阿飞原来是幸福未婚七真沙子的弟弟杨依 杨依忍受不了家里的约束 所以选择离家出走 幸福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毒品还给阿飞就会没事 但惠子却告诉他 对于挟毒逃跑的人 阿飞们一定会杀人灭口 你们上层社会的人绝对不会知道干掉一个人有多么容易 面对三郎一伙人的追击 惠子带他们来到幼儿园躲避 看到惠子继续和阿飞们混在一起 秋野老师难免又是一番苦口婆心的教导 然而老师的良苦用心 虽然不能减轻惠子内心的伤痛 反而提醒了他 不能给幼儿园带来麻烦 惠子带着两人继续逃亡 凭借着自己对色谷街区的熟悉 惠子带他们通过下水道逃出生天 惠子把杨姨安全送到了家 没想到却遭到杨姨母亲和姐姐的鄙视 他们一致认为是惠子带坏了杨姨 虽然幸福极力为惠子辩解 但杨姨的母亲还是带着偏电质问惠子 你想要什么 说吧 惠子一句话也没说 默默地转身离开 惠子不顾危险搭救迷途的高杨 给幸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相信惠子内心善良 只不过是故意装成现在的样子 别装成这个样 我相信你 多管闲事 惠子说完这句话又感到后悔 然而对这刹内间的后悔 他又马上否定了 毕竟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而且幸福已经有了未婚妻 惠子把杨姨偷走的毒品还给了三郎 他请求三郎放过杨姨 毕竟像他们这样无家可归的人已经够多了 何必再把回到母亲怀抱的孩子拉出来呢 三郎同意放过杨姨 条件是惠子跟他们合伙 然而就算惠子选择自暴自弃 也绝对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 因为在他心底 时不时就会想起幸福所说过的话 我相信你 而这句话就像有着魔力一般 让惠子身不由己地来到了外务省酒会 看着游走于上层社会的幸福 惠子突然有一种感觉 自己不就是童话世界里的那个灰姑娘吗 作为一个局外人 惠子被安保人员抓了起来 好在幸福出面解围 惠子向幸福吐露了内心的孤独 虽然自己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但他很快便意识到 他们是生活在不同世界里的人 他们之间绝对没有可能 然而对于幸福来说 他对惠子同样也有着一种莫名的感觉 这种感觉说不清到不明 也让他放不下 他向秋野老师打听惠子的情况 除了知道惠子是孤儿之外 秋野老师对惠子变化的原因也不得而知 因为对于这个问题 惠子的养父母每次都逼而不谈 养母阿米害怕亲生女儿被惠子带坏 提出要把惠子的户口牵出去 但遭到丈夫的拒绝 再怎么说惠子也是他们一手带大的孩子 把女儿赶出家门也未免太过狠心 为了小女儿的未来 阿米只能劝惠子回家 就在这时 至今子突然找上门来 原来杨姨又被三郎的人给抓去 她认为惠子和他们是一伙 所以跑来要人 至今子的出现让阿米大吃一惊 因为眼前的至今子正是20年前的阿美 而这也正是命中注定的一次相逢 为了生计 20年前阿美把惠子交给了阿美 并且承诺等自己有了落脚的地方 就来接走惠子 故人重逢 往事不堪回首 可知今子如今已是吉川家的太太 有身份有地位 对于这段往事 她心有余悸 所以选择匆匆离开 阿米把一切都告诉了惠子 找到亲生母亲的惠子白胆交集 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感到高兴还是悲哀 找到了生母 生母却抛弃了她 而杨姨就是她同母所生的弟弟 就在她漫无目的游走在色谷街头的时候 幸福也在焦急地寻找着杨姨 可对于现在的惠子来说 找到了亲生母亲 这比杨姨的事更加重要 然而幸福的那句话 我相信你 却不可思议地出现在她脑海里 惠子再一次以身犯险 从三郎一伙人手中救出了杨姨 而她的亲生母亲 如今却是吉川家的太太 知道自己的母亲还活着 惠子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她向自己的养父母再次确认生母的事 养母确定她没有看错 那个人就是二十年前的明媚 惠子的亲生母亲 养父决定亲自去确认一下 但夫妻两人的对话却无意间再次伤害到了惠子 我去认一认 你呀 从前嫖过她了吧 有这么两个不靠谱的养父母 惠子只能寻求秋野老师的帮助 秋野同意帮她去谈 但条件是惠子不能再和阿飞们混在一起 并且还要继续回到学校去读书 只要能和生母重逢 对于老师的要求 惠子全部答应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至今子如今是有身份有地位的阔太太 对她来说 惠子的出现不只是一个孩子的问题 还有她那见不得人的往事 纵然她也想要和惠子相认 但现实却让她望而却步 秋野老师看着惠子那充满渴望的眼神 一时间不知如何开口 然而惠子迫切想要知道妈妈究竟说了什么 那个人不是你的妈妈 就算她是的话 现在也成陌生人了 她说她不认识我吗 这个结果对于惠子来说 远远要比自己没有双亲来的更加残酷 为了和惠子撇清关系 至今子找到惠子的养女 明媚这名字 请你把她给忘了吗 至今子留下一大笔钱 试图掩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养母见钱眼开 她告诉惠子是自己认错了人 那个人不是她的母亲 然而养母的话很快又被推翻 养父知道这件事后气不打一处来 对着妻子又打又骂 而这一切 正好被家门口的惠子听到 惠子想要知道母亲的真实想法 难道母亲真的把自己给忘了吗 或许现在也只有自己亲自去证实了 惠子鼓足勇气来到母亲现在的家 就在她准备暗响门铃的那一刻 至今子刚好从外面回来 二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命运终于让他们母女相遇 然而这次相逢 却让惠子再一次心灰意冷 好不容易找到的母亲 却和她形同落入 这个打击对于惠子来说太大 杨一为母亲的失礼向惠子道歉 然而她还不知道的是 她和惠子竟然是同母所生的姐弟 杨一离开惠子后又被三郎的人抓去 而命运也再一次把姐弟两人给联系到了一起 阿飞们为了争夺地盘大打出手 而杨一也在他们的胁迫下参与其中 惠子早已万念俱灰 但一想到杨一就是自己的弟弟 他又突然变得焦急起来 当惠子匆匆赶到现场 杨一正好被当作炮灰给推了出去 混乱中杨一失手刺伤了其中一名阿飞 当惠子冲到跟前 一切以为是已晚 警车的声音越来越近 阿飞们四散逃开 情急之下 惠子夺过杨一手中的匕首 然后让她赶紧逃走 惠子替杨一承担了一切后果 就在惠子被捕的时候 幸福也赶到了现场 审讯进行得很顺利 惠子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这起事件最终被定性为流氓之间打群架 然而幸福却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坚信惠子不是那样的人 邱野老师也认为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惠子绝不会为了争地盘去刺伤人 带着疑问 幸福向外务省请了一个下午的假 去专门调查惠子的事情 那天晚上自己在找杨一 惠子也在找她 两人为了同一个目的去事发现场 然而幸福当时却并没有看到杨一的身影 那个时候杨一在哪里 面对幸福的一再追问 杨一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看到幸福为了那个女流氓的事情到处奔波 针沙子就像被打翻的醋坛 酸到了姥姥家 她对幸福的爱有多深 对惠子的恨也就有多切 幸福极力为惠子辩解 没想到越解释越乱 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 情敌眼里出狗屎 针沙子就像被抛弃了一般 独自黯然神伤 这时的幸福突然意识到 惠子原来在她心里占据了多大的位置 就连她自己也没想到 至今子实在看不下去了 她劝幸福以后不要再去见那个女流氓 幸福告诉至今子 以后恐怕再也见不到了 因为惠子已经被关进了拘留所 听到这个消息 至今子大吃一惊 因为惠子正是她的亲生女儿 第一次庭审 惠子坚持自己的名字叫色谷惠子 而不是小岛 惠子藐视法庭的行为 引起了不小的波动 就连律师也不愿再为她辩护 而这个结果也正是惠子所需要的 因为她要和过去的一切进行诀别 然而邱爷老师却依然没有放弃她 人不能没有希望 她希望惠子能重新振作起来 早日恢复脸上那明朗的笑容 教室里的座位还一直为她保留着 而这时的杨一再也无法忍受内心的煎熬 她向母亲说出了惠子替她顶罪的真相 杨一的话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唤醒了至今子压抑在内心二十年的母爱 成为初心 那个替你顶罪的人是 在这刹内间 至今子诅咒着自己的命运 最疼爱的儿子犯了罪 而替她顶罪的竟然是自己的女儿 然而母爱却只能倾注在眼前的儿子身上 这天晚上你没有离开过家 你不也没有离开过家 惠子替杨一顶罪的事实 幸福虽然还并不知情 但她却有着一种奇怪感觉 那就是这件事一定和杨一有关联 就在她越来越接近真相的时候 惠子选择主动结束了这次会面 虽然吃了闭门羹 但幸福却并没有因此放弃 她向惠子的小姐妹打听惠子变坏的原因 一个堂堂的外交官 为一个女流氓的事情四处奔波 这让小姐妹们差点笑掉了大牙 然而她们所需要的却并不是同情 就在幸福毫无头绪的时候 高离三郎的出现却让她找到了答案 三郎有意把杨一刺伤人的事透露给幸福 可幸福还是不明白惠子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她的一再追问下 惠子表示自己对做过的事绝不后悔 不被人爱了 就应该当牺牲品吧 我爱你 惠子替自己同母所生的弟弟顶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期执行三年 这一天 看似平静的法院门口 实则暗流涌动 同时关注着惠子命运的 除了幸福的母亲登席 还有惠子的生母至金子 在接下来的故事中 有三大势力需要提前来捋一捋 因为整个故事发展的主要矛盾点 也正是围绕着这几大家族展开 海运界的扛把子 吉川总一郎 海事局的高官 智魔帮夫 以及新日本海运的专务 秦川建夫 吉川家和智魔家各取所需 一个需要门帝 一个需要钱 而他们唯一的纽带就是幸福和真沙子的婚姻 作为吉川海运的竞争对手 新日本海运的智川专务 不仅是海运界的一员猛将 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阴谋家 至金子二十年前的那段往事 除了惠子的养父母 秦川建夫也了如指掌 利用这一点 他威胁至金子帮他引荐了 吉川海运的大副松奇 秦川对松奇重金收买 然后对吉川海运的货物动手脚 这件事在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吉川海运不仅出现了信誉危机 还蒙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不过吉川利用智魔在政界的关系 很快便停息了这次危机 然而作为阴谋家的秦川 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他进一步威胁至金子 让他主动解除和至魔家的婚约 一次次地背叛自己的家族 至金子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那个二十年前曾经抛弃他的人 就是你秦川建夫 而他们共同的孩子 正是那个女流氓阿慧 纵然这是事实 可阴谋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喜怒于表 否定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事实 除了威胁至金子 秦川还收买了三郎一伙人 杨仪刺商人那件事 也正是他所设计的圈套 目的就是要搞坏秦川家的声誉 进而破坏秦川和至魔两家的联盟 不过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女儿竟然变成了替罪羔羊 如果收惠子的命运已经够惨了 那么杨仪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去 三郎一伙人二十四小时蹲守 只要杨仪一出门 就必然落入他们的魔掌 这一次 三郎逼迫杨仪去偷东西 而他们让杨仪去偷的店铺 正是至魔家的左质子所开 面对三郎一伙人的威胁 杨仪只能硬着头皮走进店铺 他抓起一把手势就跑 而这一切都被在场的至魔太太看到 同时至魔左质子也认出了杨仪 然而不明情况的他却没有声张 他还安慰自己的母亲 一定是他看错了 刚才明明没有人进来 左质子的不动声色 让秦川这一次的阴谋没有得逞 然而灯喜还没到老眼昏花的年岁 他确定自己看到的人就是杨仪 平日里仗着自己是贵族小姐出身 没少挖苦集川太太 可面对集川总一郎这个老狐狸 他却占不到半点便宜 真是嫩草怕双双怕日 恶人自有恶人魔 惠子获得了自由 秋也老是婆苦婆心的坚持 终于换来了惠子的重新振作 幸福也对这个结果充满了欢喜 高富帅不爱白富美 偏偏喜欢上了一个街头小混混 面对身份上的巨大差异 惠子深刻地认识到 他和幸福之间的爱情不可能有未来 惠子告别心中所爱的人 再次流落在色谷街头 而他的生母至金子 如今却不得不装作不认识自己的女儿 惠子几次三番地搭救杨仪 甚至为他顶下谋杀的罪名 杨仪迫切想要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他们是被写的锁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姐姐和弟弟 而这也是一个无法被公开的秘密 命运让至金子生下了这对姐弟 如今却要他承受无比痛苦的煎熬 就在母女相识的一刹那 至金子不由自主地拉起了女儿的手 但这也不过是差那天的温情 为了隐藏自己那段不光彩的往事 就像二十年前一样 至金子毅然决然地再一次抛弃了自己的女儿 惠子当然明白母亲的难处 他的心在无声地哭泣 近在咫尺的母亲不愿和他相认 而他的爱情也困难重重 真沙子很快便找上门来 在他认为 身份上的差异是无法用爱情来弥补的 幸福出身名门 不仅继承着母亲高贵的血统 为了做一个和他相称的人 自己一直都在努力 他请求惠子以后不要再纠缠幸福 看着真沙子痛苦不堪的样子 在惠子的脑海里 真沙子和幸福的影子仿佛重叠了起来 没有水晶鞋的灰姑娘毕竟只是一场梦 惠子回到秋野老师的幼儿园 决定重新振作起来 就算不能和生母相认 就算他和幸福之间的爱情没有结果 他也要努力地生活下去 然而就连他这小小的愿望 实现起来也困难重重 惠子曾经混迹街头的事情 很快便在家长的之间传开 大家不愿把自己的孩子 交给一个女流氓来带 纷纷表示要换一个幼儿园 这个打击对惠子来说太大了 他内心充满了悲伤 做一名幼儿园的老师 一直以来都是他的梦想 现在突然失去了这一精神支柱 惠子不顾一切地向幸福奔去 但两人生活的世界太不相同了 意识到这一点 他又选择默默地离开 然而对于幸福和惠子之间的感情 左智子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他提醒幸福 他和真沙子之间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更是两家联盟的基础 不过他和惠子两人如果真的相爱 作为姐姐 他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邱爷老师把惠子的处境告诉幸福 他好不容易让惠子下定决心重新回到学校 如今却有人到处说惠子的坏话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幸福的母亲决定早点把婚事给办了 可真沙子对自己和幸福之间的感情 却充满了担忧 灯喜得意地告诉他 现在已经用不着在担心惠子了 他马上就会离开幼儿园 没想到这句话正好被幸福听到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平日里以贵族小姐身份自居的母亲 竟然会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 幸福一气之下 不顾真沙子的哀求夺门而出 他不顾一切地到处寻找着那那熟悉的身影 而这时的惠子却落入了三郎一伙人手中 然而命运注定要让这两个年轻人再次相逢 幸福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解救惠子 结果自己却被打得遍体鳞伤 锦上添花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 而患难与共的爱情 则能够冲破一切孽障 幸福不顾家族利益 决心要和真沙子解除婚约 然而身份和地位的巨大差异 让他们的爱情之路充满了荆棘 为了挽救真沙子和幸福的婚姻 保住吉川和智摩两家的联盟 至今子找到惠子 虽然没有承认他们之间的母女关系 但至今子却用一个母亲的口吻 让惠子向他保证 和幸福之间的爱情木田就是支撑着 他继续活下去的动力 他绝对不会放弃 眼看事情向着自己无法控制的局面发展 至今子狠狠地打了惠子一巴掌 而这一巴掌就是母女之间关系的最好的证明 惠子抚摸着刚刚被打过的脸 然而 从那里怎么可能能感觉到母亲的一丝一毫温暖 得知女儿的婚事吹了 尤其是看到真沙子伤心的样子 吉川总一郎气不打一出来 他抄起家伙就要去找惠子理论 至今子拼命阻拦 说什么也不能让吉川去见惠子 他所担心的并不是惠子的安危 而是害怕自己那不光台的往事被丈夫知道 至今子欲盖弥彰 一步步地把自己给逼上了绝路 这一次 他跪倒在惠子面前 祈求惠子和幸福分手 然而事到如今 他依然还是不愿意和女儿相认 惠子虽然明白作为母亲的难处 但他同样也不愿放弃自己的幸福 看着痛苦不堪的至今子 惠子突然喊了一声 妈 为了拆散幸福和惠子的关系 作为母亲的登席也开始变得更加不择手段 他准备动用教育委员会的关系 对幼儿园进行施压 然而这一切恰好被幸福的姐姐左智子听到 他把母亲的计划告诉了幸福 如果猜得不错 吉川家也会对惠子有所行动 所以现在最危险的人就是惠子 左智子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栋别墅 让幸福带惠子出去躲一躲 并且他还建议 把生米煮成熟饭 到那时母亲不答应也不行了 幸福向外务省请了一段很长的假 然后和惠子约定好见面的地点 对于两人的私奔 秋野老师虽然反对这样的做法 但一个人只要无愧于自己的内心 能够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 那也不妨去大胆地尝试一番 这一天 对于刚开始的爱情 可以说是第一次决定命运的日子 为了彻底拆散幸福和惠子两人之间的感情 至今子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 他找到三郎一伙人 决定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手 三郎觊觎惠子已经很久 现在既然有人出钱来成全他的好事 他像打了鸡血一样 吩咐手下在澀谷地区 全力搜寻惠子的踪迹 就在惠子即将赶到和幸福的约定地点 三郎一伙人也尾随而止 命运就这样把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分开 三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说着就要和惠子煮米饭 惠子拼命反抗 然而三郎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像他们这样的混混 他和幸福是不同世界里的两个人 三郎沉默 只要惠子能和他在一起 从此就不再找杨一的麻烦 可惠子不明白的是 这事和杨一有什么关系 三郎直言不讳 因为出钱成全他们的正是杨一的母亲 听到这里 惠子彻底崩溃 浑身上下就像被抽去了筋骨 瘫软在那里一动不动 不远处的幸福还一无所知 而什么都知道的母亲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当至金子看到墙堡中的婴儿 尤其是听到婴儿的哭声时 那深深埋藏在心底的母爱终于被唤醒 好在这时的三郎还没有得手 母女两人奋力抵抗 终于逃出了三郎的巢穴 眼看主熟的鸭子飞了 三郎恼羞成怒 就在这时 吉川海运的二夫若珊出现 为了给两人解围 若珊和三郎扭打在一起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果 赤金子被吉尺而来的汽车撞倒在地 赤金子伤得很重 需要马上输血 而吉川家的人还没有来 惠子的第一反应就是给自己厌血 到底是女儿心里想着妈妈 当吉川家的人赶到 惠子没有留下自己的性命 选择默默地离开 吉川总一郎把这起事故的原因 全部怪罪在那个女流氓的头上 没想到杨一这时却告诉她 刚刚给母亲输血的那个人就是惠子 正是那个女流氓救了母亲 幸福在车站等了许久 始终没有看到惠子的身影 她来到惠子的公寓 给她留下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画着别墅的详细地址 不过可惜的是 这张纸条在惠子回来之前 被真沙子看到 并且真沙子还听到一个重要消息 那就是惠子已经被三郎一伙人侮辱 当惠子赶到车站已是黄昏 幸福早已离开 而这时的幸福已经准备好烛光晚餐 等待着她心爱的人 然而当她打开门的那一刻却大失所望 出现在门口的是拿着纸条的真沙子 真沙子告诉幸福 惠子不会来了 因为她已经是三郎的人 真沙子的话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让幸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 第二天 惠子乘坐第一班车去找幸福 而失魂落魄的幸福 却在同一时刻坐上了返程的列车 命运再一次让两人擦身而过 当惠子满怀希望来到别墅 眼前的景象让她感到无比意外 真沙子故意装出一副慵懒疲惫的样子 惠子虽然知道自己的爱情之路充满了荆棘 但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会伤得如此痛彻心扉 当惠子回到色谷 幸福一直在公寓门口等她 在爱情的世界里互相信任远比海事山盟更加重要 两人各自诉说完自己昨天以来的经历 很快便打消了彼此之间的误会 幸福的母亲为了让惠子至那而退 无所不用其极 她找人调查了惠子的出身 而这份报告现在就在至今子的面前 灯喜不仅知道了惠子出生在妓院里 还查出了她的母亲叫明美 这个结果让至今子大吃一惊 因为那个叫明美的人正是她自己 对于像惠子这样出身的人 根本不配做至摩家的儿媳妇 灯喜没有当面戳穿惠子的身世 只是暗示两人对于不能往家里待的人 她绝对不会承认 在邱爷老师的鼓励下 惠子决定去至摩家见家长 这一次 她要堂堂正正地去和命运较量一番 想要成为至摩家的儿媳妇 最基本的一关就是礼仪 然而让灯喜万万没想到的是 眼前这个人们口中的女流氓 竟然懂得查道 我领受了 惠子端起茶碗放在左手手心 轻轻地闻了一下茶香 然后用右手顺时针转动茶碗 做完这些后 她才把茶送到了嘴边 惠子浅尝折指 轻轻地喝了几口 然后用手抹去碗边的茶痕 接着她再次把茶碗转动两圈 以此表示谦虚 灯喜一记不成 接着又问惠子的出身 惠子直言不惠 称自己是被养父母带大 正是知道自己是孤儿后 才选择了离家出走 然而灯喜所知道的远非如此 她直言惠子的母亲是一名妓女 而惠子也出生在妓院 灯喜的话就像一把利刃 狠狠地刺进惠子的心头 惠子无地自容 自己的出身就像一个巨大的包袱 压得惠子几乎喘不过气来 对于这个事实 幸福多么希望能够听到惠子否定的声音 然而惠子却承认了 这一切都是真的 两人的爱情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惠子告别了心爱的人 犹如陷入无底的深渊 她预感到死亡的来临 身不由己地来到了生母的病房 这是命运安排的一次相逢 一个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一个可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作为女儿的惠子夹在两人中间 内心充满了痛苦 情川老摩深算 当面揭穿两人的母女关系 惠子虽然早就知道 眼前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的生母 但这个事实从一个外人口中说出来 不由让她感到一阵凄凉 尤其是看到母亲那痛苦的样子 惠子突然有了想要了解母亲的想法 她来到20年前的寄院街 想要弄明白母亲当年为什么会生下她 然而如今的寄院街早已物是人非 当年的故人也都没了踪影 冬天的雨水冰凉彻骨 惠子无意间走进一间老房子避雨 而这里恰好就是20年前母亲曾经待过的地方 老奶奶正是20年前的故人 老奶奶一眼就认出了惠子 因为她和20年前的明媒长得一模一样 从老奶奶口中得知 明媒是一名战争孤儿 8岁便失去了父母 战败后人们的生活都很艰难 在那个年代 能活着就已经是个奇迹 明媒完全是迫不得已才走上了这条路 至于明媒为什么会选择生下孩子 也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爱情 惠子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雨停了 天空又下起了雪 惠子在这条记录着母女历史的街道漫无目的地走着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道口 而这时的幸福也终于拿定了主意 她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 即便断送外交官的前途 她也要和惠子相爱 然而现在的惠子却失去了爱的勇气 她虽然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 但她却清楚地知道 自己不会再为妈妈的事感到羞愧和耻辱了 对于他们那渺茫的爱情 惠子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然而三郎一伙人的出现 却再一次把两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危急时刻幸福纵然有十足的勇气 但见底的武力值却让她什么也做不了 三郎觊觎惠子已经不是一两天 这一次她准备霸王硬上弓 就在这时 松奇的出现打断了她的美梦 松奇带来老板的指示 让三郎以后不准再纠缠惠子 惠子看准时机逃了出去 眼看主熟的鸭子又飞了 三郎纵然不死心 可面对松奇的拳头 她还是很快便接受了现实 当幸福追到三郎的住处 惠子早已脱离危险 而这时的三郎也意识到 他们两人谁也得不到惠子 因为没有人知道 秦川在打什么坏主意 现在留给两人的只有一双鞋子 三郎大方地送给幸福一只 让他也留个纪念 至今子在秦川的威胁下 玩着吉川家的人来和智摩家退婚 这让登奇感到很意外 因为这时的吉川海运 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吉川完三号在马六甲海峡发生爆炸 船长和海员们直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吉川海运现在无疑就是一个巨大的包袱 这个时候智摩家非但没有抛弃他们 反而准备全力帮助 至今子的主动退出 让登奇事万万没有想到 其实作为新日本海运的专务 秦川的野心远非搞垮吉川海运那么简单 他的目的是小鱼吃大鱼 先是制造危机 进而吞并吉川海运 但要吞下这海运街的一个 秦川需要智摩家的力量 所以他的下一步计划 就是给智摩家再找一个儿媳妇 而这个人就是至今子的亲生女儿慧子 然而慧子深知自己和幸福之间的差距 为了不耽误幸福的前程 他故意和三郎待在一起 试图和幸福彻底断绝关系 然而即便现在他想退出 也已经由不得他了 松奇的出现 让慧子那可悲的决心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除此之外 秦川还收购了幼儿园的地皮 接着他提出要收慧子为义女 他不仅可以帮他实现自己的爱情 还可以让他正大光明地嫁入智摩家 只要慧子说一个不字 幼儿园就得搬家 而幼儿园是邱爷老师毕生的心血 慧子左右为难 按照秦川的吩咐 赤金子来到女儿面前 为了掩盖耻辱的过去 赤金子哀求慧子 要和他彻底断绝母女关系 慧子深深体会到了母亲心中的悲伤 赤金子告诉慧子 自己相信的事情就拼命去做 只要坚持到底 就一定会得到幸福 对自己的行为 不要谋求任何回报 自己的爸爸当年就是这样教育自己的 想想当年在战败后的岁月里 母亲坚强地活了下来 还为了自己的爱情 在妓院里生下了孩子 慧子瞬间明白了 赤金子作为母亲的伟大 他不由自主地请求母亲 我可以为母亲 可以为母亲感到骄傲吗 面对纯洁善良的女儿 赤金子再也不能掩饰内心的母爱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慧子得到幸福 在得知秦川的阴谋之后 慧子给出的答案简单又干脆 他故意装出一副堕落的样子 为了不给邱爷老师带来麻烦 慧子选择离开了幼儿园 他徘徊在东京街头 到处寻找新的工作 然而在七十年代的东京 没有保人 也就意味着没有工作 就连做临时工也没有人愿意聘用他 这一次 慧子成了真正的流浪 无家可归 而就在离慧子不远的地方 一场意外正在发生 货架倒塌的声音引起了慧子的注意 当慧子赶到现场 看到一个身影匆匆离去 这个人正是他的母亲治金子 而被压在货架下的人 是击穿海运的二夫若珊 慧子把若珊送进了医院 面对警察的盘问 慧子没有说出治金子在现场的事实 所以这件事被警方认定为一次偶然事故 面对极有可能失明的若珊 慧子但愿这个结果符合事实 他多么希望自己的母亲没有去过现场 在离开医院之前 慧子帮若珊联系左质子 而这时的智摩家也充满了火药味 幸福回绝了去伦敦深造的机会 把智摩局长期的火帽三丈 好在他利用手上的权利 把这份报告给压了下来 幸福一气之下选择离家出走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听到是幸福的声音 慧子犹豫了很久很久 他决意要和幸福撇清关系 但又不得不把若珊出事的消息 告诉左质子 幸福任性而为 向姐姐打听慧子的下落 左质子忍无可忍 看看真沙子吧 你刚才的话 还有一点体谅别人的心吗 其实真沙子才是那个最无辜的人 即便他知道幸福心里想着别人 但只要能够和他在一起 哪怕是没有爱情的婚姻 哪怕是被人利用也好 他也无怨无悔 因为他相信 只要能和爱的人结婚 感情可以慢慢培养 然而幸福却坚信 没有感情的婚姻 就是彼此间的互相折磨 为了弄明白母亲的意图 慧子找到了制金子 他问母亲为什么去码头 为什么会出现在若珊出事的现场 若珊极有可能会失明 明明看到了那个身影 自己却装作不知道 这让惧子的内心充满了痛苦 面对女儿的盘问 制金子失口否认 称自己今天没有出过门 母亲的逃避责任 让惧子充满了失望 然而母女两人的谈话 都被杨姨听到了 杨姨质问母亲为什么要说谎 为什么要害若珊 制金子声称自己到码头时 若珊已经出事 但为什么不救她呢 为什么要逃呢 面对杨姨的一连串追问 制金子无言以对 杨姨准备替母亲去承担责任 她执意要去给若珊送医药费 母亲失信于自己的儿子 这对于制金子来说 无疑是莫大的悲哀 就在杨姨准备出去的时候 真沙子也狼狈而回 她同样也恨透了眼前这个母亲 漆黑的夜晚游入无底的深渊 制金子无助而又可悲地 追寻着杨姨的步伐 而这时无处安身的惠子 也正在街头流浪 命运让母女两人再次相遇 制金子抚摸着惠子的脸颊 内心充满了痛苦 她紧紧抱住女儿的脖子 此时 制金子深深地感觉到 或许只有两人一起去死 母女两人才能真正地团聚 惠子奄奄一息 在母亲的怀抱中 她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就在这时 幸福突然出现 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母亲那副狂乱可怜的样子 给惠子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如果自己离开这个世界 妈妈也许就不会那么痛苦 为了母亲 惠子决心要毁灭自己 而和她有着一样心态的幸福 也有着同样的想法 不管是生是死 她都要和惠子在一起 起码这样还可以互相照应 两人毅然割断了一切锁链 抛弃了一切世俗 决心走上那条不归之路 年轻情侣一大早便走进深山 他们要找的是一个美丽且危险的地方 然后向死而生 在日本 平均每天要发生四次地震 老伯提醒他们 这里很危险 结果正如老伯所说 危险很快就来了 为了救助下山的老奶奶 幸福被山上滑下来的石头砸中 接着就掉下了山谷 惠子还没反应过来 也被巨石砸晕 惠子最终被老奶奶所救 而幸福也在不久后重新回到惠子身边 原来是下游的钓鱼人救了她 两人死里逃生 他们的生命仿佛也得到了升华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 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爱情本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用不着别人的允许 意识到这一点 幸福当即决定 明天就在教堂举行婚礼 没有证婚人 也没有宾客 只有他们两个人 惠子打算让秋叶老师做自己的宝人 而幸福则找到了自己的姐姐 为了帮助两人 佐治子决定先帮幸福解决掉眼前的麻烦 他希望真杀子接受现实 毕竟一个决心为爱情去死的人 很难被说服 吉川海运总经理的千金 竟然输给了一个女混混 这让吉川总一郎恼羞成怒 他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为了阻止两人结婚 吉川让至今子去拦住幸福 自己则直奔惠子的公寓 老狐狸软硬兼施 先是表现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可惠子并没有妥协 眼看没有效果 吉川又改变策略 他要求惠子 吉川自带干粮 不答应他的请求 谁也别想离开这个房间 而这时的幸福 还在苦苦等候着自己的新娘 现在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们分开 至今子恍然明白 这样的爱情 不正是自己曾经所向往的吗 而如今自己的女儿正经历着这样的爱情 他嘱咐杨依 希望他以后能够变得更加坚强 并且有朝一日能够原谅自己的妈妈 至今子织走了吉川总一郎 然后告诉女儿 媳妇在教堂等你 惠子快离开这儿 妈妈 这一声妈妈 让至今子再也无法回避 就像天底下所有母亲一样 她亲手为女儿戴上了头纱 这一刻母女相望 虽然没有正式相认 但对于惠子来说 这已经足够 两个人的婚礼虽然略显冷清 但他们之间忠贞的爱情 却如熊熊燃烧的火焰 照耀着他们那曲折而又美好的未来 这是一个两人婚礼 没有牧师的见证 也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 凭借着彼此之间真挚的爱情 他们抛弃身边的一切 毅然决然地走到了一起 他们的家虽然简陋 但却充满了无尽的温暖 现在只要填好这张结婚登记表 拿到民政局办完手续 他们就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 谁也无法再把他们拆散 然而在家族利益面前 他们的最后一步却困难重重 为了拆散两人 幸福的母亲不惜割腕自杀 明明知道母亲是在演戏 但幸福却不能走 因为一旦离开母亲的视线 她就会变得要死要活 为了把幸福留在身边 灯喜甚至变得连饭都不会吃了 非得让儿子来喂 两人的新婚之夜 就这样被母亲给破坏了 惠子独自一人度过了一个寂寞的夜晚 结婚登记表上需要宝人签字 惠子的宝人是邱爷老师 也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 邱爷老师也是一名孤儿 所以他一直以来对惠子都特别照顾 两人不是妇女却胜似妇女 邱爷以惠子的名义存了一笔钱 作为给他的嫁妆 而他的另一份大礼 是一首在姑娘出嫁时 本该由父亲所唱的歌 这是对没有当过掌上明珠的姑娘的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结婚祝贺 惠子和幸福结合 触及了智摩和吉川两家的核心利益 邓喜费尽心思把幸福留在身边 目的就是不让他们进行最后一步登记 就在幸福无可奈何的时候 左质子突然有了主意 邓喜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插花 一旦投入其中便不可自拔 在姐姐的掩护下 幸福这才有机会逃了出去 他和惠子顺利办完手续 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再把他们分开 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顺利 还得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吉川海运的竞争对手 秦川专务 他派人24小时监视着惠子的一举一动 目的就是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完成登记 眼看两人的婚姻既成事实 秦川也看准时机给智摩家抛出了橄榄枝 他表示自己愿意收惠子为一女 这样不但可以保住智摩家在外界的脸面 还可以保住幸福在外务省的工作 除此之外 他愿意代替吉川家为智摩局长提供必要的竞选资金 登喜迫不得已 只能接受秦川的建议 而惠子也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 成为秦川的养女 因为现在在他面前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为了幸福的前途不受影响 为了保住他们那刚刚开始的婚姻 他不惜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 只要自己不信小岛 改为秦川的姓 自己的出身也就可以被掩盖 这样一来 智摩家的声誉也就可以保住了 幸福说什么也不同意 他宁愿自己脱离智摩家 也绝不给他们纯洁的爱情增加任何负担 幸福提出他们可以不信智摩 一起信小岛 或者信色谷也行 没想到惠子却突然提出 他想要当外交官夫人 因为清平的生活爱情早晚会被磨光 幸福相信这不是惠子的真实想法 他找到自己的母亲 灯洗虽然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但还是无意间暴露了自己的意图 只要惠子能够成为秦川的养女 就可以和智摩家门当互对 到那时他也就不再反对两人的婚姻 可惠子在成为秦川的养女之前 必须签下离婚申请 因为这是更改户籍必不可少的步骤 惠子必须先放弃小岛这个信 成为秦川的养女后 再以秦川惠子的名字嫁入智摩家 便可达到掩人耳目的效果 突然失去了智摩局长这个靠山 吉川总一郎恼羞成怒 他准备把智摩家破坏婚约的事捅到社会上 让两家一起完蛋 但这时的智摩家和秦川家早已沆泻一气 如果吉川告幸福 那秦川就会告杨一 因为杨一迟到伤人 惠子替他顶罪的是 秦川一亲二楚 吉川狠狠打了秦川一拳 但这一拳 即将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吉川完三号沉船的事 在秦川的鼓动下不断发酵 吉川海运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智金子虽然离家出走 但他却无时无刻不再关注着家族的命运 就在他徘徊在回与不回的矛盾中时 秦川再一次替他做出了决定 此时的智金子就像一个提线木偶 始终摆脱不了秦川的控制 智金子求秦川放过自己 放过吉川家 除非完成对吉川海运的收购 否则秦川绝不罢首 秦川总一郎怎么样也想不到 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 让这个家智力破碎的 秦川是自己的枕边人 他一气之下把智金子赶出家门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秦川 为了替母亲鸣不平 杨逸准备找秦川报仇 然而年轻人的冲动 不正是魔鬼最喜欢的甜点吗 就在杨逸冲上去的瞬间 惠子冲上来 替秦川挡下了这一刀 而杨逸的这一刀 也不会再有人替他顶罪 为了隐瞒自己被杨逸刺伤的真相 惠子答应了秦川的要求 帮他完成吞并集川海运的计划 幸福不愿在离婚申请书上签字 他要弄清楚惠子 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看重门底 智魔局长料定集川海运大势已去 现在与青川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 但两家除了利益关系 并没有其他什么实质性的联系 要巩固他们之间的联盟 最好的办法就是联姻 只要青川把惠子收为养女 所有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可幸福的想法却不一样 他根本就不在乎惠子的身份 总之他不能把自己的婚姻和家族利益 混为一谈 然而当他再一次见到惠子 惠子却告诉他要尽快在离婚申请书上签字 在邱爷老师的鼓励下 幸福决定亲自去寻找惠子 给青川当养女的真正原因 当他弄明白惠子正是为了他们的爱情 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给青川当养女 幸福这才在离婚申请上签了字 他下定决心要和惠子共同进退 一起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松奇作为青川的带领 给吉川总一郎送来了一份股份转让合同 在失去智魔家的支持后 吉川海运深陷危机 吉川总一郎也在无助地进行着最后的离婚 我不了解贵族人家 可我们平民管却叫不履行婚姻 如今公司状况一团糟 女儿的婚事又吹了 吉川总一郎可谓是倒霉到了家 尤其是当他听到妻子出事的消息 更是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好在出事的人不是至今子 而是一个和他们毫不相干的女人 一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母亲的安慰还是牵动着洋衣的心 他忍不住找到惠子 希望能打听到母亲的下落 惠子安慰他 你就是妈妈的一切 只要有你在 妈妈就不会想不开 其实惠子也对母亲充满了思念 在自己的婚礼上 他多么希望能够得到母亲的祝福 多么希望和母亲一起来分享这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婚礼的日期越来越近 除了婚礼后幸福要参加外务省举办的集训班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灯喜自始至终都不愿惠子嫁入智摩家 所以而媳妇还没进门就开始百般刁难 他故意把婚期推迟到集训开始的那一天 幸福得知母亲的行为后非常愤怒 没想到惠子却安慰他 他一定会努力改善自己 争取早日得到婆婆的认可 集穿完三号幸存的水手掌受到青川的威胁 不得不做出对集穿海运不利的证词 致使集穿海运面临着破产的危机 眼看昔日叱咤风云的父亲 如今却像一个无助的小孩 真沙子第一次意识到 曾经那个战无不胜的父亲 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为了帮助父亲挽救公司 真沙子请求惠子帮忙 现在只有智摩局长能够就集穿海运 他希望惠子能够向未来的公共求情 惠子一时间陷入了两难境地 洋溢高考失利 家庭的风波加上自己的境遇 让他一时想不开 就在这时 一直躲在暗处关心着儿子的母亲终于露面 至今子助纣为虐 间接帮助竞争对手 把自己和丈夫一手创办的公司 推向破产的境地 他甘愿受到惩罚 但吉川总一郎选择了既往不救 他还鼓励至今子重新振作起来 公司本就是他们从无到有成立起来的 大不了重新开始 婚礼在幸福集训的当天顺利举行 两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一起 从今以后 他叫智摩惠子 是智摩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 小两口还没来得及亲热一下 他又催着儿子马上出发 完全不给两人亲近的机会 并且儿子在培训期间打回来的电话 也都由他一人接听 灯喜对儿媳妇是百般挑剔 即便当着亲家公的面 他也毫不留情 吉川海运在海难审判上失利 需要支付大量的赔偿金 遇难者家属为了拿到抚恤金 已经闹得吉川家鸡犬不宁 至今子让吉川卖掉房子 以便度过眼前的难关 但吉川却不以为然 因为他手上和钢铁厂还有一笔生意 如果能顺利签下 就可以帮他们度过这次危机 不过在智摩局长的帮助下 青川杰族先登 抢先拿下了钢铁厂的订单 至今子深知吉川家的所有不幸 都是青川的阴谋 他请求青川放过吉川海运 但青川给他讲了一段20年前的往事 听完这段往事 至今子再也无话可说 走投无路的吉川只能求助于智摩局长 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这时的惠子也突然跪下来为吉川家求情 登喜开始怀疑惠子和吉川太太之间的关系 面对大家的质疑 惠子表示只是出于对他们的同情 秋野老师劝惠子不要再多管闲事 毕竟他已经是智摩家的人 在掺和吉川家的事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为了让惠子在家里不那么为难 秋野老师邀请惠子重新回到幼儿园工作 对于这件事 登喜表面上答应 背地里却向儿子诉苦 堂堂外交官的妻子非要出去工作 传出去岂不是要让人笑话 况且那个秋野老师还是个单身汉 对于登喜来说 巴不得给儿媳妇搞出点什么绯闻 不过幸福却相信惠子 并且支持他出去工作 这样至少白天不用在家里看婆婆的脸色了 现在的吉川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没有订单 船员的工资也发不出来 已经有船员开始转头竞争对手的公司 至今子走投无路 便开始打起了亲生女儿的主意 青川要在智摩家举行一个重要的会晤 他请求惠子帮忙打探会议的内容 看着母亲无助的样子 对于这样无耻的要求 惠子竟然无力拒绝 在智摩局长的撮合下 新日本海运和钢铁厂达成合作 并且两家都愿意为智摩局长进入政界提供竞选资金 这个消息对吉川家来说太重要了 至今子保证 以后再也不让惠子去干这种事 吉川总一郎抓住了智摩局长的把柄 准备以此作为翻身的机会 智摩局长投鼠忌器 一旦自己和商界勾结的事情传出去 不仅现在的职位不保 以后想要进入政界就更加不可能了 举行会晤的当晚 院子里有青川的人把守 也就是说泄露消息的人就在身边 在智摩局长的逼问下 惠子承认是自己干的 有些事可以被原谅 但背叛家族 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原谅 就连幸福也无法理解惠子 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 惠子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 面对幸福的一再追问 惠子终于把自己和吉川太太 是母女的真相说了出来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要互相信任 惠子坦言相告 幸福决定帮他一起来保守这个秘密 现在只有两人同心协力 才能越过这道难关 为了帮吉川东山再起 至今子再次出现在惠子面前 他希望惠子在关键时候能够出面作证 揭露智摩局长和青川的勾结 这一次 惠子拒绝了母亲的请求 他不能再做对不起智摩家的事 对于吉川海运来说 还有一个证人至关重要 那就是幸存的水手掌 为了间接帮助吉川家 惠子在若山的协助下 救出了被青川囚禁的水手掌 有了水手掌的证词 再加上握有智摩局长的把柄 吉川总一郎顿觉信心满满 他威胁智摩局长帮他拉拢化工厂的订单 并让他中断和青川的合作 出于对自己政治前途的考虑 智摩局长只能选择妥协 没想到此举却惹恼了青川 除了提供竞选资金的支持 他同样也掌握着局长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智摩局长陷入了两难境地 灯洗把一切都怪罪在惠子头上 就连左智子也对惠子表示很失望 即便这样 幸福还是极力维护着自己的妻子 听到这里 智摩局长恼羞成怒 父子两人第一次出现了如此大的矛盾 为了结束这场闹剧 惠子决定铤而走险 他威胁青川不准再纠缠智摩家 否则就算自己再回到街头生活也在所不惜 就在局面即将失控的时候 智金子冲了进来 一直以来被自己称之为魔鬼的人 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惠子无法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 无助的他来到了幼儿园寻求秋野老师的帮助 老师劝他要抓住眼前的幸福 不要被过去的往事所困扰 智摩局长受到吉川和青川两方面的威胁 处境越来越困难 他决定放弃参加明年的大选 可现在想要退出已经太晚了 青川绝不会善罢甘休 他暗示局长 幸福的职业前途也会受到影响 很快 外务省便收到了关于智摩惠子不良绅士的匿名信 幸福的工作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得知情况的惠子感到非常内疚 他请求青川放过幸福和智摩一家 青川不肯答应 在外人看来 这是一场公司之间的较量 但对于青川来说 却是他与吉川不共戴天的家仇 所以不达目的他绝不罢休 智摩局长为了自己的儿子 不得不向青川妥协 青川提出条件 要让惠子离开智摩家 迎脸再次有人泄密给吉川喊运 幸福得知父母想让惠子搬出去住 坚决反对 并声称不管如何自己 一定要和惠子在一起 幸福请求青川断绝 与惠子的养妇女关系 但青川却告知他 我和惠子 本是血肉相连的妇女关系 幸福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内心充满了疑惑 这时的青川也道出了 自己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20年前 吉川总一郎正式使用 和自己一样卑鄙的手段 逼死了自己的父亲 尤其是20年后 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人 成了吉川太太 这种复仇的心就更加强烈了 正是吉川总一郎 让他变成了今天的魔鬼 看着青川癫狂的样子 这时的幸福竟也无言以对 而这一切 都被门外的惠子听得清清楚楚 面对眼前的父亲 母亲和丈夫 如今他们三人代表着三方势力 他只能选择站在其中一方 惠子内心充满了痛苦 他无法做出如此残酷的选择 为了幸福 也为了自己所关心的人 惠子做出了一个悲惨的决定 他希望能够通过牺牲自己的生命 来平息这场风波 惠子给每一个自己所关心的人 都留下了一封信 然后一个人走向浩瀚的大喊 幸福 我对不起你 惠子留下的遗书 给每一个人的内心 都留下了强烈的冲击 但只有幸福真正理解了惠子的做法 至今子读完女儿的遗书 内心深受煎熬 他向丈夫坦白 惠子他是我的亲生女儿 就是我和青川建夫 生下的孩子 这个真相 让吉川总一郎差点变身绿巨人 他生气的不是至今子和青川的往事 也不是惠子的身份 而是做了几十年的夫妻 这件事却一直瞒着他 不过吉川还是选择了原谅 为了孩子们 吉川让至今子忘了过去的一切 然而这一切已经被真沙子知道了 你请我来 你更爱惠子 事已至此 现在也只能将此事 瞒住少不更事的杨衣 为了帮助惠子完成遗愿 幸福请求青川放弃恩怨 可此时青川的内心早已被仇恨所占据 亲生女儿的付出也不足以让他释怀 惠子被海水冲回岸边 一个老奶奶救了他 老奶奶家里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惠子的注意 照片中的人是老奶奶的丈夫和女儿 丈夫是一名海军军官 女儿也在战争中下落不明 正是战争让他变成了一个孤寡老人 老奶奶的一生虽然充满了不幸 但他却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在老奶奶的劝导下 惠子也终于明白 死亡并不能解决任何事情 第二天惠子和老奶奶一起出门卖花 站在熟悉的天桥上 惠子思绪万千 就在这时 真沙子的出现一下子又把惠子给拉回了现实 得知惠子还活着 各方又开始行动 他们都想把这个关键证人弄到手 然后站得先机 得知惠子的消息后 灯溪准备瞒着幸福阻止惠子再回到这个家 不过他的这个想法却被幸福听得清清楚楚 幸福对这个家完全失去了信心 他决定和惠子一起搬出去住 然而惠子却不同意 他决心一定要获得幸福父母亲的原谅 得到他们的认可 并要努力消除各家之间的怨恨 幸福和惠子回到家 打开门的却是情愿回娘家 也不愿意再见到儿媳妇的灯溪 灯溪逼儿子在妻子和妈妈之间选一个 幸福执意要和惠子在一起 灯溪一气之下回了自己的娘家 惠子决心要化解所有人之间的矛盾 而婆婆就是他所面对的第一个难题 他告诉幸福 自己一定会把妈妈给请回家 然而即便惠子有十分的诚意 也无法打动灯溪那颗冷漠的心 幸福因为繁忙的工作以及家里的纷争 因疲劳过度而病倒了 灯溪独自揽下照顾儿子的工作 不准惠子踏进病房半步 就这样母亲照顾着儿子 而媳妇则默默地照顾着这对母子 连日的操劳让灯溪也一病不起 惠子不辞辛劳地照顾着一家人的生活 前一默化之中 灯溪也渐渐习惯了惠子的存在 对她的态度也有所感官 击穿完三号的海难审判在即 不出意外的话 吉川海运将面临一个悲慘的结局 作为海难的生还者 水手掌不愿撒谎 他拒绝为吉川海运提供假证词 吉川只能再次求致金子让惠子出庭作证 揭露青川与致摩局长暗中勾结 以此来改善吉川海运的形象 致金子不忍心让自己的女儿 再去做背叛丈夫的事情 所以他这一次拒绝了吉川的要求 为了帮助父亲摆脱困境 真杀子求惠子出手相助 可现在的惠子已经明白 在这场风波中 帮助吉川家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反而会让矛盾升级 况且自己也不愿再背叛直摩家 背叛自己的丈夫 惠子拒绝了真杀子的请求 无奈之下 真杀子只好去求青川 青川将吉川如何逼死他父亲的往事说了出来 当年父亲的公司也面临着和吉川海运一样的困境 公司即将破产 当时父亲还有一笔生意 做成了便可挽救公司 可父亲最信任的人吉川总一郎却偷偷更换了户物 导致公司彻底破产 而吉川这时却成人之危 抢走了父亲剩下的唯一一艘船 东山再起无望的父亲选择了嫁合戏曲 三天后母亲也隐和而终 而那时的吉川 就连葬礼都没去参加 还说出了参加这样的葬礼不吉利的话 真杀子不敢相信自己一直所尊敬的父亲 竟然是那样的人 顿时萌生了轻生的念头 幸亏惠子与秋爷老师及时开导 才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真杀子回到家中 责怪母亲为了轻生女儿惠子而背叛吉川家 不巧被杨依听见 杨依是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从家里跑了出去 惠子受至金子所托 到处寻找着杨依的踪迹 不知不觉中 惠子走进了当地的陵园 在这里他无意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九宝至金子 如果这个至金子是自己的妈妈 那么那个救过自己的九宝奶奶 不就是自己的外婆吗 惠子任劳任怨 照顾着生病中的幸福和婆婆 登喜终于放下了一直以来的偏见 认可了惠子 没想到无意中 他又撞见了惠子同志金子在一起 登喜坚持要至金子说 亲和惠子之间的关系 至金子说自己原来的姓是九宝 父亲是海君 母亲叫九宝真子 惠子这时可以完全肯定 墓碑上的名字九宝至金子 就是眼前的母亲 而那个一直默默关心着惠子的老奶奶 也正是自己的外婆 不过九宝真子却并不愿承认 杨依从三郎那里听说母亲曾经做过记忆 他为有这样的母亲感到耻辱 正当杨依被流氓们殴打时 九宝老奶奶正好路过 他救了杨依并把她带回自己家 杨依在老奶奶的教育下 明白了人在生死关头一定会拼命求生 他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初为了生存 惠不得已才走上了那条路 惠子把九宝真子这个名字告诉至金子 至金子迫不及待地前去求证 母亲真的还活着 妈妈呀 很久没见你 我可不是你的什么妈妈呀 我根本不认识你 九宝真子忍受着内心的痛苦 用实际行动教育了自己的女儿 什么叫被人抛弃的滋味 当初至金子就是这样拒绝了自己的女儿 他终于明白了惠子之前所承受的痛苦 至金子伤心地默默离去 如今祖孙三人被命运裹挟着 尝尽了骨肉分离的痛苦 我终于懂了 海难审判裁定吉川海运妇权责 并要做出所有赔偿 吉川便卖了所有家产 被迫搬离原来的大房子 真是二十年河东 二十年河西啊 吉川家在卖掉房子后搬到了小公寓 至金子因为长期过度劳累和焦虑而生了病 生命垂危 幸福急于带惠子去见母亲至金子 迫于无奈 他只能把惠子和吉川至金子 是亲生母女的事告诉了至摩夫妇 除此之外 惠子还坦承了青川是自己生父的秘密 当惠子说出外婆的名字 至摩局长大吃一惊 得知母亲生病的消息后 杨毅也终于回来了 惠子将至金子生病的消息告诉了九宝真子 希望他能够到医院去看望至金子 在经过内心的反复挣扎后 真子来到医院 失散三十多年的母女终于相认 而真子当初之所以没敢认知金子为女儿 是因为在二十多年前 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选择抛弃了自己的女儿 为了改嫁给一个有名望的人 他没有把至金子从火坑里拉出来 为此遗憾终生 至金子也承认 自己为了保住金里太太的地位 当初也没有认惠子 就像惠子原谅自己一样 至金子也原谅了母亲 久保真子和爷爷年龄相仿 幸福意识到惠子一家人悲惨命运的根源 说不定就与爷爷有关 于是幸福向父亲询问爷爷再婚的事 父亲不仅显得很紧张 而且还闪烁其词 幸福越发怀疑着其中一定有隐情 两人推测真子当年改嫁的对象 很有可能就是幸福的爷爷 真是不是冤家不剧头啊 和若珊一起工作的老头 一听到智摩这个姓就非常气愤 智摩两得子似乎对他有着什么特殊的含义 而真沙子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老头平静的生活 当他得知九宝真子和智金子都还活着 一时间激动不已 可当他知道惠子已经成了智摩家的媳妇 又变得痛苦不堪 惠子对老人的突然出现也充满了疑惑 因为他极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外公 于是他来到码头求证 问老人以前是不是叫九宝康夫 但老人对智摩家的人恨之入骨 就算对眼前的外孙女也不例外 智摩帮夫对于九宝康夫的出现很是紧张 这预示着一桩丑闻即将被接底 邦夫为了守住这个秘密找到青川帮忙 信夫准备打破沙姑问到底 决定调查九宝家的事 邦夫只能将实情相告 原来当年惠子的外公九宝康夫 所谓阵亡的消息是编造的 他因为反对战争而跟军部发生了一件冲突 被秘密派去的人员暗害了 而策划那场阴谋的正是信夫的爷爷 战后智摩成雄害怕九宝夫人知道真相 就想到了和九宝真子在婚 真相往往总是很残酷 如今的智摩家 决定在一次对隐姓埋名活下来的九宝康夫痛下杀手 好在同事及时出现九宝康夫才逃过一劫 对惠子来说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时的吉川家也传来了噩耗 至今子已经病入膏肓 将不久于人世 惠子虽然救母心切 但对于已经无药可救的母亲 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笑着陪至金子走完剩下的日子 吉川总一郎得知惠子的外公握有不利于智摩局长的证据 他提议两人一起对付青川和智摩 没想到却被九宝康夫言辞拒绝 而这一切都被青川的人看到 九宝康夫的出现让智摩局长紧张不已 他希望晴川采取措施 没想到青川早已在船上安装了炸弹 他准备连同九宝康夫和船一同炸沉 可作为军人 九宝康夫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他一眼便看穿了青川的阴谋 幸福心中一直有一个秘密 但无法向惠子坦白 九宝一家三代人的不幸可以说都是当年他的爷爷造成的 因此 他感到自己配不上如此善良的妻子 九宝康夫虽然不愿和吉川联手 但他的出现还是给吉川海运带来了喘息的机会 吉川总一郎威胁智摩局长 让他帮忙拓展吉川海运的业务 面对青川和吉川两方面的压力 智摩帮夫左右为难 九宝康夫坚持让惠子离开智摩家 幸福前来道歉并把实情向惠子坦白 惠子也向外公表达了自己对幸福的感情 九宝康夫最终被惠子和幸福所打动 放弃了向智摩家复仇的决心 然而当久保康夫决定去和失散三十多年的女儿相认 看到的却是被病痛折磨着的智金子 想到这一切都是青川和智摩造成的 他心中那复仇的火焰又被重新点燃 吉川决定一定要在智金子离开人世之前 让他亲眼看到满载户物的轮船起航 但是之前谈妥的生意 在青川和智摩的暗中操纵下不了了之 吉川以九宝康夫口中的秘密向要挟 迫使智摩局长帮吉川海运拉拢生意 青川料定吉川总一郎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所以他的威胁也就不足为据 不甘心的吉川再次找到九宝 希望和他一起联手对付智摩家 九宝不愿和吉川合作 但当他知道吉川就是智金子的丈夫时 又答应了吉川的要求 他们准备在电视上揭露33年前那场阴谋 青川为了不让吉川海运翻身 准备再次对九宝康夫痛下杀手 但九宝身边时刻有若山保护着 青川只能改变策略 将九宝真子绑架了起来 为了救出外婆 惠子独闯涩谷街区 与三郎的人再次发生了冲突 不过可惜的是 外婆在逃跑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看着外婆倒在血泊中 惠子却不能上去相救 因为他一旦出现在警察面前 就得交代出事情的经过 到那时 势必会牵出33年前那场丑闻 为了保护智摩家的声誉 惠子只能忍痛回避 当他来到外婆临前 九宝康夫拒绝了惠子上前祭拜 除非他离开智摩家 否则不准他踏入九宝家半步 面对外公的逼迫 惠子选择了幸福 我是 智摩幸福的棋子 智摩局长深知出了人命事关重大 只能暗中帮吉川海云拉生意 希望可以平息这场风波 青川见智摩倒戈 决定在惠子身上做文章 以便达到一箭三雕的效果 他派人袭击了幼儿园的小朋友 逼迫惠子自愿成为人质 惠子想用妇女之间的亲情感化青川 让其罢手 但青川憎恨吉川的原因除了替父亲报仇 还有一个就是他至今为止仍然深爱着智金子 为此 他一定要将吉川彻底打败 青川让惠子去医院把九宝康夫带出来 否则就要对智金子下手 惠子来到医院后 找到了外公 他希望外公不要因为仇恨被青川和吉川两家公司所利用 吉川总一郎想让智金子能够在有生之日看到公司东山再起 于是他将九宝康夫软禁在医院里 九宝康夫很快便清醒过来 明白了惠子是对的 自己的仇恨正在被吉川和青川所利用 病重的智金子得知惠子被绑架 独自一人来到新日本海运的仓库 一家三口就这样再次相聚 智金子希望青川能够放弃仇恨 不要再折磨无辜的惠子 可青川早已被仇恨蒙蔽了心智 惠子身处险境 经过漫长的心理斗争 灯喜终于放下所有顾虑 选择了主动报警 警察很快赶到了惠子被绑架的仓库 作为一切阴谋的幕后主使 青川将面临着严厉的法律制裁 就在这时 惠子却主动站了出来 声称这只是一场普通的父母 与亲生女儿的会面 青川终于被亲情所唤醒 放弃了复仇的念头 在智魔局长的安排下 吉川完一号终于满载户物启航 至今子再无遗憾 安然地离开了人世 幸福在惠子的陪伴下 踏上了前往巴黎进修的旅程 经历了无数的磨难 美好的未来也应该属于这个年轻人 至此 血的锁链又结成了崭新的一环